它的牛仔骨不只是烤得好 而且還非常的鮮嫩好吃 龍板時代雲湯 這個湯頭新鮮又順口 Hi 我是寶可夢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美國運通信用白金卡 這張卡片在2024年的權益到底怎麼樣 趕快來看看吧 第一個亮點 它的首年年費居然只要500元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首先它的年費是8500元 但是你只要符合條件 就是三個月內只要刷滿10萬塊錢 你就可以拿到8000塊的刷卡金 所以8500扣掉8000塊 等於是500元的年費 那麼你就可以爽吃伯利廳還有凱非烏 這個兩人五折呢 可以天天年年就是月月吃到飽吃到爽 那精華伯利廳應該要吃什麼呢 個人最推薦的呢就是它的牛仔骨 它的牛仔骨呢不只是烤得好 而且還非常的鮮嫩好吃 除此之外呢它還有什麼日式的 然後還有什麼沙拉吧 然後甚至還有這個烤肉 那個牛肉的部分呢 其實它都是應有盡有 那海鮮類也是非常的多 那如果你是吃素的朋友呢 它還有一整套素食的套餐給你吃 甚至呢它還有這個所謂的鮮筍 這個新鮮的佐筍呢非常的棒 然後把你烤得很好吃 所以吃素的人呢 建議可以多點個兩三盤來 這個一盤大概就是100多 非常的值回票價 軍藥的凱非烏應該要吃什麼好呢 我個人最推薦的呢就是龍板時代魚湯 這個湯頭呢新鮮又順口 那當然還有什麼呢 像烤牛排 港式燒辣 甚至還有咖哩的部分呢 都是一英俱全 日式壽司呢也很多 不過你是想要吃海鮮 吃沙拉吧 甜點 飲料區 通通都是標準配備 甚至呢素食也有一份完整的菜攤 可以讓你叫餐 活光是一年呢就可以去至少4次 美國運動系統買金卡還有另外一個優勢呢 就是米新鮮餐廳有85折 比如說台北金華酒店的 Robin's鐵板燒還有金華軒 那甚至台北無華東方酒店的雅閣中餐廳 還有台北美福大飯店的米香台菜 其實都是有85折的折扣 但是對於我來講的話 沒有兩個5折 我覺得CP值都不高啦 但是如果你想要吃一點好料 其實這檔卡片還是可以拿去用的 這檔卡片的第二個亮點呢 就是不分平假日 每晚3300的這個飯店住宿 有哪些呢 比如說台北金華酒店 然後還有台北老爺大飯店 今年新簽的台北漢來 和義飯店 比如說台北名稱館 台北中校館 台南西門館 還有高雄東餐館 那甚至一色酒店的部分呢 中山 松山 然後還有西門町 都是有的 所以這些呢 你只要有去住 基本上都是划算的 AE小白的第三個亮點呢 就是度假酒店的買一送一 很多度假酒店一個晚上都非常的貴 但是呢 如果你住一個晚上 他再送你一個晚上 我覺得就非常的划算了 比如說 老爺酒店的話 就有北投 郊西 芝本 還有南港的老爺行女 都是有的 還有福隆大飯店 那和義飯店的桃園館也是 華泰瑞院 郊西寒木 這些呢 都是大家可以把握 然後去這邊做個小度假 第四個亮點呢 就是Happy Friday啦 禮拜五呢 只要用這張小白來做消費 指定通路呢 都有5%回饋 有MOMO PC Home 佳樂福 博克萊 還有Yahoo奇摩購物中心 在這五個通路呢 只要任選一個通路 禮拜五刷卡 2000就送100塊錢 AE小白還有第五個亮點 就是指定串流 每個月給你100塊回饋 等於是幫你補貼這個 線上串流的費用啊 有哪些平台是符合資格的 比如說 Disney Class Netflix 然後 Spotify 然後還有YouTube 通通都是可以拿來做訂閱的 美國運動卡 刷卡累積的是 他的會員籌平積分 只要持卡期間呢 都是終身有效 最高呢 有多少呢 18.75點喔 這是怎麼算的 一般消費呢 是30元累積一積分 如果你第二年 你要繳交年費的時候呢 往前回推一整年 有刷超過30萬 可以再多拿6000積分 所以這個6000積分 再加上你刷卡累積本身的1萬積分 兩個數字呢 相加起來 再除以你的刷卡金格 算起來就是相當於18.75元印領 總的來說呢 這張卡片呢 它有非常多的良人連折 然後還有飯店一碗3300 那甚至度假酒店 也有這個買一送一 所以其實它算是簡易版的千盪白金卡 那這張卡片的申辦門檻很高嗎 其實一點都不會 只要年收50萬到100萬以內 你就可以主動申請了 那麼只要合卡通過的話呢 你可以享有好理二選一 剛剛講過的 第一個好理呢 是8000元的刷卡金 第二個好理呢 是2萬積分 2萬積分呢 非常適合拿來兌換 比如說亞洲萬里頭 或者是常用航空的里程 那麼換成長程線的商務艙呢 其實是更划算的 那麼你這張卡片 如果用了一年 你覺得它的飯店優惠很不錯 想要再往上升級成千丈白金卡 那麼到時候再來選擇也不遲 如果你想上車的話呢 本團也有MGM活動 詳情呢 可以參考我們下面的資訊欄的連結 都有完整的說明跟解說喔 我是爆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